难怪菩提祖师消失不见 一看孙悟空下山后 菩提祖师被谁带走了 若只看电视剧不看原著的话 会无以为孙悟空推倒人参果树后 曾飞到了方寸山寻找菩提祖师的帮忙 此时的方寸山早已荒凉不已 但菩提祖师却通过千里传音告诉孙悟空 去南海找观音菩萨方能救活人参果树 当然以上剧情是杨洁导演自行添加的 在原著里 菩提祖师赶走孙悟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值得一提的是 孙悟空离开方寸山的时候 菩提祖师是这么警告他的 你这去定声不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半个字来 我就知知 把你这狐孙剥皮错骨 将神魂贬在久悠之处 叫你万劫不得翻身 听了如此可怕的警告 孙悟空自然满口答应 可看过原著的读者会知道 孙悟空在取经路上三番五次的暴露 方寸山和菩提祖师的信息 好比孙悟空一回到花果山 就对群猴如此说道 我渡过大海到犀牛鹤州地界访问多时 心于一老祖 传了我与天同兽的不死长生的大法门 在和黑熊精对决之时 孙悟空更是说得露骨 一点诚心曾访到 灵台山上采药苗 那山有个老仙长 数年十万八千高 老孙拜他为师父 只我长生路一条 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已经口无遮拦了 竟把菩提祖师居住的灵台方寸山 说得一千二出 说来奇怪 孙悟空如此狂傲 菩提祖师为何没有显现 继而狠狠教训孙悟空一顿 要知道菩提祖师有未卜先知的神通 他能对即将发生之事了如指掌 正因为这样 孙悟空刚走到三星洞洞门口 祖师就喊了道童前去开门 也正因为这样 孙悟空刚有了二星 就被菩提祖师扫地出门 可该如何解读 孙悟空频频泄露菩提祖师的秘密 祖师却不管不问 笔者认为 不是菩提祖师不管不问 而是菩提祖师自己也身不由己 你看他已被哪位大神带走 通过菩提祖师对孙悟空的说法来看 他虽然神通广大 但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最高境界 的确 如果菩提祖师无所不能 他就不需要大才小用 隐居于方寸山之中 可以预见的是 在多年前 菩提祖师曾和一些大能者爆发激烈冲突 却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看到这里 相信一些读者已经注意到 菩提祖师的身份 似乎和风神演义的通天教主极其吻合 如果将风神演义 看成是西游前传的话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的确 方寸山的侨夫曾说过 菩提祖师传了他一首仙谣 换作《黄庭经》 而在风神世界里 通天教主精通的 也是道家典籍《黄庭经》 除此之外 菩提祖师和通宵教主 都是有教武类 只看众天父 不注重出身 因此能带走 菩提祖师的不是别人 正是菩提祖师的师父 红军老祖 红军老祖 为何要带走菩提祖师 原来菩提祖师的前身 通天教主曾和原始天尊 大打出手 从而引得铲教和结教 爆发血腥厮杀 害得三界刮起了一阵 又一阵腥风血雨 加之红军老祖 预测到了孙悟空 即将大闹天宫 如果不及时 将通天教主带走 通天教主 极有可能为了孙悟空和如来 玉帝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再次爆发激烈碰撞 为了避免让三界 再次生灵涂炭 红军老祖 不得不亲自出山 他将通天教主 带到了紫霄宫 成功化解了一场轩然大波 否则 孙悟空若和通天教主 强强联手 天庭乃至三界 必定会千疮百孔 满目疮痍 当然 以上解读 只是笔者的个人观点 是西游记 与风神演艺相结合的产物 千万不能信以为真 否则 迈入魔幻境界已